你知道号称神队友的吉姆库克有多然吗 只差一点就引发了奇迹 陷阱卡守护精灵 特召一只2500防的怪兽守备 但是却被霸王打断 通过将地狱联魔送到未来的两回合后 就可以让恶刃侠发动二次攻击 邪心冲击波命中守护者 因为其穿防属性 扣除牛仔哥100生命值 正式进入极限索写模式 而此刻的鼻歌 则已经被霸王的气势吓尿 只见他轻声地呼唤牛仔哥 而牛仔哥这时也已经进入到残血的回忆沙中 是他在挖画石的时候 和时代进行过交流 想起了时代曾说过他的卡组 于是牛仔哥没开三度 又一次地站了起来 心中想起了铁心老爷子的话 当你想拯救你的朋友时 奥利哈刚之眼就会赐予你力量 于是牛仔哥直接爆发出 狗狗与霸王的气势 甚至还略胜霸王一筹 哈欧 十代 返回 好了 此刻的牛仔哥 已经抢了对面的音响 于是觉醒百分百神抽加硬卡 发动魔法卡画石锤 效果是破坏掉对方等级最高的怪兽 然后让对方召唤一只 等级低于被破坏怪兽的怪兽 牛仔哥表示完美 召唤化石种头龙攻击表示 并且召唤的瞬间环境魔法也会发动 牛仔哥果断下链 让肿头龙发动攻击 一头就撞碎了羽毛侠 此刻的牛仔哥气势拉满 惊呆场外的霸王小弟 甚至连被吓尿的鼻歌也缓了回来 而此时的牛仔哥则发动肿头龙的效果 攻击成功后转换成守备 并且将被破坏怪兽的防御力也加上 霸王的回合 发动第二张黑暗融合 将闪电与黏土作为素材 融合召唤邪星英雄闪电巨魔 效果是一回合一次 破坏对方的一只怪兽 牛仔哥紧急叫停 启动环境魔法免疫攻击 但是环境魔法只能免疫一次 扛不住闪电巨魔的二次攻击 牛仔哥被打出真火 再次发动奥利哈刚之眼 魔法卡奇迹的窗口 将一只岩石怪兽送入目的 就可以让玩家抽一张卡 而这张卡 就是凿穿时代内心的关键 发动技能 注定一抽 将目的中的两只骷髅怪兽除外 从炽热的岩浆中现身马 攻击2800 效果是削减对方怪兽一半的攻击 闪电巨魔攻击力变成1200 被盖亚石板一拳搞掉 霸王极限锁写到50 进入绝对安全模式 此刻两人生命值相同 而牛仔哥则想趁机唤醒时代 但是霸王的力量太过强大 抽卡 这一瞬间 地狱联魔回到霸王场上 牛仔哥懵了 这都打不起时代